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叔叔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来 我们最要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省合金市一堂村的高晓东 高晓东 对 这个是我的二人严芳 你们是平时的工作是表演吗 不是 我以前的工作是消防警察 后来是巡警 想这十多年来 我一直是在做专业的剪纸创作 剪纸 对 不像吧 真不像 好多人都说不像 你怎么会喜欢上剪纸的呢 我从小就喜欢美术与剪纸 把我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这方面的学习上 期待着有一天能把我的爱好转变为我的事业 所以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在坚持 如果说一件事情你要坚持的话 只能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不喜欢 但是必须去做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困难阻挠 你到底是哪种 我是后者 后者 对 你的困难来自于哪 困难有好多方面 家庭的经济方面 孩子的教育 老人的善养 刚开始我对他那个简直特别反对 因为他那个用疯狂两个字 疯狂 对他疯狂到就是家庭的孩子的教育 家庭的经济跟家庭家里面的琐事他无问 经济困难到我姑娘有一岁多的时候他要吃那个饼干我都买不起 多少钱 一块多钱啊 一块多钱 我都借我同事的五毛钱才给我姑娘买 剪纸要花钱吗 是啊 什么花纸花钱 纸就是一张那个玄纸就是浮过墨的就是八块钱 八块 对 可以买几袋饼干了 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后来我干脆辞去工作 对 那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辞掉他自己的工作就是专心的就是要做减脂 那更没收入了 一切一切的压力就压在我自己的头上 我说他他不改 而且他还有一个想法要拿这个减脂要挑战基尼斯 所以就是说把我弄得我都进医院 因为压力太大嘛 再开个鞋垫 就是通过那个通过鞋垫维持我孩子成长 既然这么疯狂 我们看看剪纸的这个作品到底有多精彩 这一幅剪纸就是中华双圣图 文圣给五圣 孔子和关公是吧 这个基尼斯的作品 缩小版四百名之一的缩小版 缩小版 对 这个原来的有多大 原来的是四百五十六平方米 这个剪纸它是先要构思 构思出来再画 这幅作品从构思到完成五年才创作 这构思谁想的 是我老公 让我老公说的 你想出来的 好 因为这一幅作品从开始到完成 它要经十几道工序 画图的时候 就是拿一个拖把棍 上面榜上笔在那个场地上画 我一个人画了三个多月 没有人陪我说话 所以说这是一个困难 再一个就是因为没那么大的纸嘛 所以就是要等不到一平米的纸 就要把它拼接起来 我二人就是为了帮我完成这个梦想 他就用那个电源一朵 给我拼接这个纸 后来他跟我共同来挑战 从刚开始我是反对 到那个默认 到支持 到参与 其实他以前也不是讨厌他减职 他以前是讨厌他不负嘉宁责任 对吧 其实他对于你的爱好 只要生活能支撑的 他都愿意去支持 爱你所爱 对 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创作本身应该是一个 特别快乐的事情 你会这么痛苦或者这么委屈呢 我跟那个老师也解释一下 因为创作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 用了一千多张纸 这个经济这一块是我们的压力 我们都能扛过来 关键的是我们做话的过程中 就是一年四季的 在一个空旷的篮球场地里面 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们就是说 就是说一句话都是要跑过去 到他那块说 我在那个篮球场这边 他在篮球场那边 我们俩就是做话 就是说话 你想篮球场那么大 说话也听不见 我就 我看他去那个 出去了 出去了我一肚子气 我就找他 是不是他玩了 我出去我看他 他站到那个 一个角落里面 他在那个大男人 在那个哭的时候 我心里面 我说我一定要做好 后边的一个 一个支撑他身体的 你能明白 其实我有种感觉 艺术家呀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 去表达 但是艺术家呢 又同时 他们又偏执又脆弱 他们脆弱的时候 需要你去呵护他 和照顾他 但他就靠着那份偏执 才能坚持下来 对不对 对